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题目 是根据我昨天推出的影片 Strong Lift 5x5和531的计划问题 Ronnie在YouTube回应 如果Strong Lift 5x5的intensity 应该去到多少%呢? 上网找过不少人说是80%左右 但我看到5RM其实不止这个数字 其实应该是多少%呢? 我昨天的影片也说过 Strong Lift 5x5 基本上是你慢慢一个星期加少少 一个星期加少少 加上3乘5、4乘5、5乘5 然后又是3乘5、5乘5 做的时候其实是intensity来说 首先因为你要根据它的program去做几重 所以intensity多少呢? 基本上都不是你所谓的 即是不会根据RPE去讲这个训练量 从而作出调整 不过如果你想知道应该是大概多少 其实就很dependent on你做了多久 其实suppose一开始做 应该就会比较难一点 然后应该就会越做越容易 不过最重要的是 因为我昨天说过5X5和5X5和5X1 都是比较表演的program 所以你会发觉越来越轻松 因为你的底部已经打得好的时候 你的1W Max也会继续升 但你的intensity 因为它每个星期或每个星期 都是加少少 所以就不会越来越难 反而会越来越容易 因为你的实力越来越高,但intensity会越来越低 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 如果1-RED Max应该是100%,2-RED Max应该是95%,3-RED Max应该是93%,4-RED Max应该是90%,5-RED Max应该是85% 基本上在Google打1-RM的percentage,你就可以找到这些圈 如果想知道大概是多少,5-RED Max应该是87% 但5-RED Max应该是87% 反而应该会越来越低,因为1-RED Max应该是100% 但每个组织都叫你加少少,加少少,加5磅,加2.5公斤 所以就会比较跟不上进步的速度 所以相对地你都会比较难 我只可以说你会觉得越来越容易 而且你会觉得越来越没有进步 因为intensity就太低了 我们做力量训练 永远都是说难度的,不是说肌肉感受度 所以难度来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可以 我觉得你可以再试找RED Max再重新训练 不过都是那句,5-RED Max和5x5 我都不是太个建议 如果你玩超过半年或一年 你还在做这个训练 因为如果你真的有差不多的时间 我觉得你应该要自定 或者找教练帮你设计一个训练 或者你需要做的东西去改善 去训练训训练 或者你什么时候比赛 再帮你做一个Picking Phase 就会比较好一点 就不会说是 失去时间去做一些 比较简单 但应该已经处理到的东西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题目 也很感谢Rondy他发出这个题目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留下来 不一定要关于5x5 5-RED Max 所有关于健力和健身的问题 你都可以去随便发问 希望大家喜欢你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